好,我们来看软件项目目标的第三个小点,性能目标 如果把软件比作一个人,它的功能呢,那么我们可以比作这个人的知识和能力 那么这个性能目标呢,可以比作这个人的身体 它的功能目标是通过它一定的性能才能够达到的 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再有知识有能力,如果身体不好的话,那么他也就不能够完成他的任务 软件的性能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描述 第一个方面,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是客户从发出请求到收到响应这个所需要的时间 响应时间直接关系到用户感受 比如说浏览器上点了一个内接以后,可能大家能够忍受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两秒钟 如果10到20秒钟还没有反应,还没有响应的话 这个用户感受是非常差的 第二个方面呢,吞吐量 吞吐量呢,就是这个软件的处理能力 单位时间内的处理能力 我们常常用一个单位叫TPS 就是每秒钟处理多少个事物呢,描述它 吞吐量呢,根据不同的软件 它的要求不一样,而且差别也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的门户记网站 和行业网站就不在同一个这个数量级上 第三呢,是用户并发量 就是系统能够同时处理多少个请求 多少个并发请求 当然这个并发用户数量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描述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最大用户容量啊 同时在线的人数啊 同时处理多少个请求啊 这些描述方式呢,还有具体的差异 大家下来查一下资料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服务时间 对外持续提供服务的时间 我们这个软件系统究竟是7成24小时的呢 还是说工作日的呢 这个也是我们性能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五个呢,就是故障率 故障率是可容许的最长时间故障 或是最大的错误率 第六点呢,就是资源的使用率 这个是一个内部技术参数 这个资源使用率呢 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资源使用率太高 说明我们资源配置不足 如果资源使用率太低 说明我们的配置过剩 资源上有浪费 第七点呢,我们在这个规划项目的时候 要考虑数据和业务的增长量 和扩展性的问题 当前的业务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它今后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增长 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 是这种常数级增长呢 还是线性级增长呢 还是几何技术增长 那么考虑它的增长的目的 就是为了考虑 今后我们软件系统能否承受这个增长 如果不能承受的话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扩展 通过软件 增加软件配置的方式呢 还说增加硬件配置的方式呢 当然也有不可扩展的情况 增加软件和硬件这种配置 都不能扩展这个软件系统的性能 这种情况也有 第八个考虑的因素呢 是软件的性能瓶颈的问题 这个性能瓶颈可能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当然我们会通过这种特定的分析方法 来分析这个性能的瓶颈 那么据我们在项目中的这种经验来说呢 一般来说呢 性能瓶颈主要出现在网络和数据库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一个外设和网络 这两个都是比较慢的地方